HELLO 大家好,我是黎 今天搞什麼那麼大陣仗? 全部的機器都拿出來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我也是想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有些朋友可能新買了相機回來 可能玩了一段時間 他又開始想買鏡頭 所以我今次刻意講關於 其實我們需要一機一鏡,一機兩鏡,一機三鏡 怎樣去判斷自己的需要 實際要買多少支鏡頭呢? 還有單反無反相機買鏡頭的時候 要留意什麼呢? 那我在這一輯呢,我又抽些時間出來 又講給大家聽一下 其實玩相機呢,都很浪費錢 因為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一直玩到現在 我都不知道自己用了多少錢去買這些設備 好啦,新手的朋友呢 基本上他現在買相機 多數都是買無反相機的 也很多人選購富士相機 因為富士相機 有個知名度,色彩是比較漂亮的 那我亦都去買了,前後都買了幾部 那我就留一兩部在這裡 那,我們買相機的時候 很多時候呢,都是所謂叫做 KIT裝,一套的裝 那就跟一個BODY 再跟一支鏡頭 那這支鏡頭呢,通常 要不就一個,是屬於Zoom鏡 就是所謂標準一點的變焦鏡 或者是一個套裝的定焦鏡 那,如果是新手來講呢 我都希望大家呢 都是玩一些,所謂標準一點的Zoom鏡 就是可以變焦的鏡 那什麼叫做標準一點的變焦鏡呢 那基本上呢,現在呢 這些相機呢 好似假設這個富士呢 那它那個方脈,即是說 菲林的方脈,SIMOS的方脈 都是,同副鏡來講 比較是,只有半格的 就是半格菲林 所謂叫做 那,以前呢 在菲林的時代呢 也都有半格相機的菲林 那真的呢 它就是說 135方脈那個菲林 剛剛斬了一半 那那時候呢 就叫做APS 就沒有說APS-C 又說APS-H 那些沒有這些東西的 就是APS-C 那,它一樣是一格格 相片,即是大部分都是自動相機了 那,那個片格 就是其實,就相等於現在呢 就是,這些這樣的,所謂叫做APS-C 那個大小 那,它需要配合我們這些這樣的 所謂叫做APS-C的鏡頭 那,就要套下去 才是一個標準 那,鏡頭方面 我剛才都推薦給大家呢 就買一支 標準一點的 Zoom鏡呢 即是說 可以有比較遠一點 還有呢 可以Zoom它過來 即是扯近一點 可以一個遠距離拍照 都很想的 那,通常呢 它的變焦那個 指數呢 通常呢 就是18mm 那,這個18 所謂叫做JY 在18mm那裏 就去到55mm的 那,而光圈呢 它就未必會開到很大 即是未必會給你一個大光圈來 因為如果用大光圈呢 它有 有大光圈的鏡 那,有一支呢 就是16-55mm的 那,它呢 就是2.8光圈的 就定了 即是你可以長開2.8光圈都可以的 那,但是這些比較便宜的 即是Zoom鏡呢 它最大呢 都是有2.8光圈 但是 當你一扯近 扯近的時候呢 它就由一個光圈呢 就收 收到它差不多 就是4.5光圈 那,我看看 它可以收到 最大光圈就是4光圈 即是說 扯到盡的時候 55mm 那,所以這些鏡呢 就會便宜些的 那,所以很多朋友呢 都選了一支 這些這樣的鏡呢 就是跟著一部相機 那,就開始去學拍照 那,這個我剛才說 是一個APS-C 即是半甲非林的相機 那,現在 因為現在全鏡來講呢 我講回全鏡了 那,這架雖然是單反 但是呢 那,價錢呢 開始去回落了很多 以前 我買這架相機的時候呢 差不多要 一萬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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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萬五 那,現在呢 它一直跌價 因為現在你新一代的無反相機 陸續出了嘛 那,所以它價錢呢 就不會站得很硬 那,它全鏡 亦都是要配合一支全鏡的鏡 那,如果你說我們手頭沒有鏡的 那,我們盡量是買一些全鏡的鏡 那,如果你說我們之前已經是有鏡 或者是一些半片幅的APS-C系統的 那,那些鏡呢 那,那些鏡呢 雖然是可以套到下去用 那,但是呢 它就是 攪小了 就是說 因為你這支鏡呢 是貨 因為你這支所謂叫APS-C的鏡 系統的那些鏡呢 是貨回你 就是半片幅的相機 就是APS-C的片幅的 那,所以拍出來呢 那個差距是有分別 就是說拍小了一半 那,其實呢 就是說當你一支標準鏡的時候 是拍到這麼多東西的時候呢 你裝了下去呢 其實呢 就是 它要收回 收回小的 如果假設你這一支 是 APS-C的 就是好像這架這樣 APS-C 是18mm的 就是叫做Wango 因為它18mm呢 就是等於 Full Film機來講 就是等於28mm左右 那,所以呢 就是說 我們雖然套到下去用 但是你就要計算它 收窄了那個角度 變回一個 等於28mm的鏡頭 那,所以如果你說我們 手頭 是拿著Full Film機的 我們盡量 選一些 專門給Full Film機用的鏡頭 就不要再買 一些APS-C系統的那些鏡頭 因爲呢 大家都知道 走勢呢 已經開始是 行這個Full Film 就不要再買那些鏡頭 不要再浪費錢 因爲那些鏡頭 遲些都 都沒有人用的了 那些鏡頭都可以 可以做古董的了 所以,你看到 我這架相機 Full Film 我亦都配合了 一支鏡頭 因爲我呢 經常呢 我都會去 去拍風景 那所以呢 我就會盡量 選一支 比較適合我 首先 適合我 去拍風景的鏡頭 那這一支呢 就是Full Film的 18mm 至到 35mm 那在18mm 那麽來講呢 嗯 你有時 可能 之前的影片 都見到我拍了相 都 都很歪 即是說 所謂的 很闊下的 那麽 變成了 在我角度來講呢 我就有用了 所以呢 大家呢 就 買鏡之前呢 你要衡量一下 你自己 會拍什麼類型的相片 多些 如果你說 好像 我經常都拍風景的 那我們就盡量 買一支 歪一點的鏡頭 就也都可以有少少 變焦的效果 好像 例如 這些 18-35mm 它也都 還有些再闊一點的 可能是16mm 的 還要闊一點的 那麽 除了這支鏡之外 好了 我們 玩得 一段時間呢 我們通常都會 加添了一些鏡頭的 那 在這個情形呢 我們去怎樣去 再 加鏡頭 再買哪一支 去選哪支好呢 又是視乎 你們拍什麼 如果你說 嗯 你說 開始 一拍風景 我都開始 都很有經驗了 那我想拍一些 比較 達出一些的東西 因為 我們拍風景 那個 淺景的效果 即是景深的效果 就不夠窄的 通常都會很闊的 還有表達不到 整張相片的層次感 立體感 所以 自然 你就會 想買多支鏡 會 想拍一些小朋友 或者 跟朋友拍一下 跟模特兒拍一下相片 那 又想 突出一些 淺景的效果 那 然後 可能你要想 可能要想一支 標準鏡 因為 因為 你有了 Wide Angle 那我們就想想一支 大光圈的標準鏡 在我 拍照的 那個 模式 我暫時 我都擁有幾支鏡 我又不是太多 因為 真是 會買得多 都很浪費 那 我呢 就買些 不是太 太貴的鏡 也都 光圈不會太大的鏡 那 我就 配合了我呢 我自己呢 我就買了一支 標準鏡 1.8光圈 那 這支鏡 就不會很貴的 那 就 一般 消費都可以 可以應付到的 那 除了這支 標準鏡 我們都經常都 很多時候都會拿來用的 因為我們不想它變形 會變得這麼厲害 因為標準鏡呢 就相等於 我們肉眼看出去的角度 大約是48度左右 45度至48度左右 那個視角範圍 那 所以就很適合我們去 去拍任何東西都可以 那 包括呢 拍人都OK的 那 因為它都有1.8光圈 那 那個 出來的那個 淺景效果呢 都幾強下的 好了 買了這支標準鏡 那 跟著 還想去 玩一些 就是說 更加靚一些 更加有 美化一些 相片的 效果出來呢 那個淺景效果 還要靚一些 拍人像 更要 景深更要 更淺一些 再立體感更多一些 最終 也都是買了一支 所謂叫做人像鏡 人像鏡 人像鏡呢 在Full Film來說 它就是85mm 85mm 這支也都是 不是1.4光圈 我 因為 不會 用太多 淺花在這裏 那 我就 也都是選 一個 1.8光圈 其實1.8光圈 用1.4光圈 那其實就是欠了 半級而已 對不對 其實都 那個 變化 不會說 真的 很大很大 那它雖然 這個淺景效果 真的有變化 但是不會說 很厲害很厲害 那所以在價錢方面呢 其實呢 其實呢 相當於買一支 買一支 買一支 1.4光圈 的人像鏡 差不多可以買到 大約 兩支 這種鏡 那 可能 甚至 可能是天價 那些鏡頭 1.2光圈 都是天價 所以 就自己去衡量 去選擇 去擁有 那些鏡的那個 那個效果 和那個質素 去到那裏自己去衡量 這一件事 好了 我就會提議 就 一機 三鏡 那 如果你有 初初我們買了 好像買了一支 標準的 這個Zoom鏡回來之後呢 你陸續加 你 可能用我這個方法 都比較好少少的 那雖然呢 在我這一套 就是這套 1.2.3 三支鏡 那個系列呢 就拍不到一些 長距離的東西 即是說 當我想拍一隻雀鳥仔 或者拍軟一點的東西 那我這裏沒有了 這裏呢 它差不多就是 在中距離 到彎稿那個系列 就在這裏 那我亦都 買了一支 所謂叫做 Marco鏡 即是說 微距的鏡 那日後呢 你玩得 即是多了 拍多了相片之後呢 你都可能會 開始呢 又玩一些 近距離 或者是比較 對近一點 將它 拍得大一點 清晰一點 譬如好像拍蝴蝶啊 或者拍一些昆蟲啊 那你想拍到它 很細緻 很漂亮的 那第二天呢 就需要添置一些 所謂的微距鏡 Marco鏡 在我這個系列 我就這樣 而在我這個 半片幅呢 的相機之中呢 那就是APS-C系統的相機 因為我有了這個 Full Film的 所謂叫做 比較闊一點的鏡頭 那已經擁有了 我就不需要再 追求 在APS-C 重複了這個模式 那我一直呢 就是保留在 18-55這支鏡頭 因為我買了很久 這支鏡頭 我亦都不需要 我刻意再買一支 很闊的鏡頭 因為我這裡已經是 可以蓋住 那好了 那我有支這些 這樣的鏡頭 那其實它18-55 就是相等於 Full Film來講 就是乘回1.6 那你就這樣 很簡單而已 將它18乘回1.6 就是等於28mm 那或者你將它55 乘回1.6 那就等於大約85 等於這支 88計出來 就等於這支 人像鏡了 那其實這支 差不多叫做天涯鏡 那就可以在短距離內 你可以拍到風景 拍到人像 拍到人像 那已經OK了 但是我們始終都 拍不到 所謂叫做遠一點 扯它過來的那些 這樣的效果 就是遠程一點 拍不到 譬如拍雀仔 那些拍不到 所以呢 所以呢 嗯 我最近呢 也都買了一支 可能大家在我影片那裏 都看到我拍荷花 或者拍其他東西呢 我都用了一支 50-250的 那這支鏡呢 真是很便宜 一千多元而已 那我買回來的效果 也不錯 那在50呢 其實呢 50和這個55呢 已經是大家呢 是蓋得到的了 那唯一它就去到230 那如果230的呢 那你乘回1.6呢 其實它等於多少 等於Full Film 360幾mm 那其實呢 就扯得很近 那所以呢 這支鏡呢 嗯 擺在這個body裡呢 就很方便了 很有用 因為你看到 我之前說 拍荷花 我都可以扯到過來 整朵花呢 嗯 覆蓋整個畫面都拍到的 嗯 所以呢 就 這些這樣的長鏡呢 所謂的遠程的鏡呢 鬆鏡呢 基本上呢 嗯 我們都可以考慮的 嗯 所以譬如說 好像在我這個系列呢 嗯 我都沒有買 沒有買多少支鏡 那 最近呢 就是買了一支 這支 27mm的 27mm 你以為什麼用的呢 就是 其實就是給我這支 現在正在拍攝這個Movie 這支相機 就是 我這支都是富士來的 XE1來的 那就是套下去呢 就拍到 覆蓋範圍會好些 還有有少少 少少闊的感覺 那所以呢 我就選了這支鏡 那但是我最近買了一支 手動的25mm的七公像的鏡 我現在就是套下去 就在拍攝 在拍攝我 這個Movie就是在拍攝我 在用這支鏡頭的 那 你看到 我前前後後 都有一支 兩支 三支 通常來說呢 玩得 相機一段時間呢 就會添置 那但是 我給一些意見 就是大家呢 你最緊要 自己知道 你是想拍什麼 那你才好去 選擇那個焦段 去買什麼 鏡頭 那 那 我最近也都買了一支 魚眼鏡 這支魚眼鏡呢 我 拍過的相片 都放過在一些片裏 就是拍藍屋那裏 就是用這支鏡頭 那這支鏡頭呢 其實就不會經常用的 那 純粹玩了一個效果出來的 那所以你說 這些鏡頭 買不買都不成問題 除非你說我經常要做一些job 要做到那個場景那個 那個線條感幾何感 要好突出 那你不妨去考慮 那所以呢 嗯 平衡了幾方面呢 就 大多數的朋友呢 都是用一機三鏡的 那所以 照它那裏呢 我正在說 基本上一支 一支 標準一點的zoom鏡 就是由一支到人像的距離 這支呢 其實就是很好用的 那所以我提議呢 譬如假設你是用著富士相機的 如果你說 我也想買一支漂亮一點的鏡 你不妨去考慮那支 16至到55那支鏡 就是2.8光圈那支 但是那支鏡頭呢 會很大 很粗一下 還有比較重一點 那如果你說 套下去 就是 現在這個XT2 或者套下去 X3 3 那 OK的 但是都有少少感覺 頭重 尾輕的感覺 那 但是 兩支比較 其實這支 這樣的 小一點的光圈鏡頭呢 它出來的效果 跟它 都不是很大分別的 是相差很少的 只是那個 當你去到 增進去55的時候 那個光圈呢 它變成四光圈 但是它那支 仍然可以保持在2.8 所以那個淺鏡的效果出來 又會好一點 那 除了這一點 那 好像 就這樣兩支 都OK了嘛 因為它這支18至55 這支50至2.3 其實已經是蓋上了 很多場景都拍到相片 那 所以你說 一機兩鏡 其實可以這樣買都可以 那但是有些朋友 嗯 需要考慮是定焦鏡的 那定焦鏡呢 基本上呢 它都屬於偏貴的 因為定焦鏡 它多數啊 多數會出一些大光圈的 假設這個 這個富士這個品牌呢 它有些彎稿 可能16mm 它會出 1.4 都有的 那麼 出到很大光圈 但是都要成 六 差不多是成 五六千塊一支鏡 那 視乎你個人需要了 那如果你說 我都不喜歡去換鏡的 那麼 鬆鏡是 唯一首選的 的鏡頭來的 那 反而你考慮一下 你會不會 買一支 大些光圈的鏡頭 好了 我都給了一些意見 大家 那 就看看大家 去衡量你自己的預算 那 看看你會 拿多少錢去買 鏡頭 那 反而呢 我剛才都提過 如果剛剛初學的呢 那 我都希望大家會買一支 所謂叫做 標準一點的 變焦鏡 就像這些鏡頭 因為它又不太貴 那 那 配合一個機身 那 一套都是為起 可能 或者 因為機身來講 它現在 X3 XT3 這個 這個 都仍然是貴的 那 所以 你配買一支鏡頭 都差不多 就 一萬元 港幣 那 那 那 如果大家有些 什麼問題 可以 可以繼續 留言給我 那 我就可以幫大家去 嘗試 解答一下 那 這次介紹鏡頭呢 就 和機身呢 都差不多了 那 我下次看有些什麼話題 再 和其他 朋友再介紹一下 好了 遲些見 拜拜